上一週先回答的 菩薩問說 如何對佛法升起大信心 如何升起大信心 上一週跟諸位講的還記得嗎 信心不能升起 要多慚愧拜佛 這表示什麼 善根還不夠 業障還很重 煩惱還很重 這是友誼嘛 對不對 因為友誼 所以不能升性 所以多禮佛 還有呢 多跟三寶結緣 怎麼跟三寶結緣 多忽食三寶 發願忽食三寶 多禮佛求懺悔 還有呢 要這個 一門深入 上一週我也跟諸位講 就是有一位大善之士 老法師說 如果你用一個方法 用到什麼 有感應 有體驗 你便對這個法門有什麼 有信心 對不對 我們有一位法師呢 他就是因為念佛 有體驗 所以他後來對念佛法門 就很有信心 乃至於後來就出家 因為他哥哥呢 這個發生車禍往生 他當時並沒有學佛 那他姐姐有學佛 姐夫有學佛 所以就註念 那他也跟著人家念 然後念念念 念到最後呢 身心什麼 清涼無比 所以他覺得 哇 一句佛號 怎麼這麼不可思議 這一生從來沒有體驗到 這樣子的什麼 喜悅 所以他知道念佛法門很好 因此呢 就專心的念佛 乃至於後來呢 升起上根 就出家 所以呢 一門深入 另外呢 第二個 學佛有一段時間發現 自己我職還是很重 那如何改善 兩個方式 第一個呢 能夠發現 表示已經有什麼 有在覺悟了 這樣了解嗎 就像呢 有一個人 他在打坐的時候 他很氣餒 他跟師父說 我在打坐的時候 發現我妄想很多 師父說 發現妄想就是什麼的開始 修行的開始 這樣了解嗎 那如果沒有修行 以前沒有發現自己在打妄想 並不表示你沒有妄想 對不對 是你是不知不覺 學佛 佛就是覺悟的意思 所以呢 已經覺悟到說 自己我職很重 那是好事 所以要常常什麼 叫做 關照 隨時帶人處事的時候 關照自己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很強烈的什麼 自我中心 我知 人家說什麼 拿自己的鞋子叫別人穿 對不對 常常看看自己有沒有拿自己的鞋子要叫別人穿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呢 在修行法門上呢 我建議多送心經 就是 心經呢 就是智慧 這樣了解嗎 波羅波羅蜜多心經嘛 我職重 相對的就是什麼 沒有智慧嘛 有智慧的人呢 我職就不會那麼重 所以多送心經 我在香港遇到有一位菩薩呢 她跟我分享她的經驗 她就說 她發現自己我職很重 後來她每天呢 上班的時候 路上呢 她是公務人員 坐地鐵上班 她每天呢 在這個坐地鐵的時間呢 就一直默默念什麼 心經 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怎麼樣 果然有效 我只減輕很多 兩個方法 一個呢 常常關照 關照自己有沒有很強烈的自我中心 有的話呢 趕快 趕快改過 第二個呢 可以多送心經 另外有一種人呢 如果發現 自己心量很小 有人常常說 女人心量很小 其實男人也很多人心量很小 對不對 大同小異啊 那如果你發現你心量很小 那 建議你們送 送什麼經 送華顏經 但是華顏經是最大的一部經 那 有個方便法 送小華顏 什麼是小華顏 普賢行願品啊 了解嗎 很短啊 大概跟普門餅差不多長吧 可以嗎 為什麼心量小人送華顏經 因為華顏經講的是什麼的世界 是講佛的心量 佛的世界 你多送佛的心量 多送華顏經 多訓習佛的心量 多體驗 佛體驗到境界 你的心量自然就寬寡 無量無邊 好 再來呢 學佛過程中 常因外境來時呢 佛法就不見了 如何能讓佛法永遠在身邊 而不受外境的影響 不受外境影響 就是叫做心不隨靜轉 建議呢 最直接了當的方法 應該是說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呢 你要自己先覺悟 那個絕照的絕照 當你一絕照到 你已經受外境干擾了 這樣了解嗎 馬上怎麼樣 提方法 叫觀照提啊 應該是說 你一絕照到的時候呢 就趕快什麼 趕快用 用一個法門 叫一門深入 例如說 你看到一件事情 你發現你要生什麼 你要生氣的 一發現之後 趕快怎麼樣 趕快用什麼 呼吸法也可以 持咒也可以 念佛也可以 對不對 其實呢 當你一發現 你的心已經受外境干擾的時候 其實呢 這個干擾的什麼 受干擾的程度已經降低了 最怕你根本沒有發現 這樣了解嗎 想生氣就生氣 想貪就貪 想撐就撐 想嫉妒就嫉妒 看到要嫉妒的事情 要嫉妒的人就嫉妒 看到會生氣的事情 會讓你生氣的人就生氣 看到會貪的事情 會貪的人你就貪 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心就已經什麼 隨境所轉 對不對 那完全沒有絕照的功夫 那其實你當你一絕照 你受影響了 你在貪了 你在撐了 你在嫉妒了 你在怡了 表示你已經絕照了 一有這個絕照的時候呢 貪、撐、吃、慢、怡的煩惱 已經在什麼 在降低了 然後這時候呢 一樣提 提什麼 提方法 提方法有兩個用處 第一個呢 自心一觸 這樣了解嗎 心就安住於方法上 第二個呢 叫轉移注意力 那了解嗎 所以呢 提方法 要把一個方法用到熟練 第四個 佛法要運用到日常生活中 如何能具體表現出來 讓別人看到佛法 對我是有用的 然後不會一直老是建議我 去參加參考其他宗教的方法 主委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這個 佛在什麼 佛在心中 佛在什麼 口中 佛在什麼 什麼 行為中 有沒有 就在三頁裡面 就是說呢 我們的三頁 身口義三頁 常常要跟佛法相應 跟佛法的什麼相應 很簡單 歸納起來只有慈悲跟智慧 那了解嗎 那這裡特別強調的就是說 關鍵在於你的心念 對不對 心念呢 要存著利他 跟人相處呢 要存著利他的心念 那另外呢 就是說呢 口業 我們跟人相處 最容易犯的其實就是口業 你心不好 還不一定可以 還不一定什麼 可以表現出來 對不對 但是嘴巴不好的人最麻煩 隨時都可以什麼 叫口出什麼 刀劍 所以師傅有一句法語很好 他說呢 講話如果讓人生煩惱 表示你這個人呢 不是沒有智慧就是什麼 沒有慈悲 沒有智慧的意思是說 你什麼好話不說啊 要說傷人的話 對不對 愚痴嘛 那如果你是故意的話呢 那表示嘛 慈悲心不夠 大家都是反覆眾生啊 大家都在什麼 都在這個六道裡面輪迴 已經夠苦了 為什麼還要再給人增加痛苦呢 對不對 所以呢 口業 平常多重口業 那另外呢 就是心念 常存持悲心 對人真的要存持悲心 就是不忍眾生苦 那另外呢 就是要多用佛法 不要讓自己受環境的干擾 不要生煩惱心 那如果你在語言上 讓人聽了覺得 你是一個有智慧有慈悲的人 然後呢 在你的心態上 讓人感覺 你這個人很安定 那我相信別人不會那麼無聊 叫你再去信別的東西 就是因為人家看你怎麼苦苦惱惱的 還會覺得說 可能去信神會更好 信神會更靈 那就什麼 就又離開了佛法 那再來呢 這個 就是要我解釋一下 就是在能否對第十五品中的思維分別 正意念中的思維即為修禪定 做進一步的說明 這是一個名詞的解釋 是這樣子 諸位能找到第十五品 是在第幾頁嗎 是在第幾頁嗎 第幾頁有找到 二三八 二三八 好有 二三八倒數 第四行 最後一段 思維分別正意念 思良分別所對境 名為思維 這是禅定的意思 禅定意名思維修 入定前的一心的思想 名為思維 所以 《觀無量壽經》裡面 說叫我思維 叫我正受 就是指導我如何修習禅定的意思 這個其實是這樣子 這只是一個名詞的解釋 一般我們思維的習慣是講思考 對不對 是以為思考 我在思考一件事情 我在思維一件事情 那這裡的思維呢 不是思考 是你的意念 專注在一個方法上的意思 這樣了解嗎 很簡單 白話就是這樣子 所以叫思維修 又叫做靜律 所以呢 你只要把這個思維呢 不要認為是過去想像的思考 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嗎 這裡的思維是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思 你的心的念頭 是專注在什麼 一個什麼 一個方法上就對了 例如說 你在打坐的時候 你的念頭是專注在什麼 屬襲的人就專注在屬的呼吸上 對不對 隨襲的人 你的思 你心裡的念頭 你的心念就專注在什麼 呼吸的感覺上 對不對 念佛的人呢 你的心是專注在哪裡 你的心念呢 是專注在什麼 佛號上 對不對 送經的人呢 你的念頭專注在什麼 一字一句的經文上 這樣了解嗎 這樣子就是在修定 叫自心一觸 這樣了解嗎 是這個意思 好 然後呢 十六品如來壽量品 正法 相法跟末法 是否以佛注釋的時間而論 這是以佛入捏盤之後開始算 例如說以我們釋迦摩尼佛呢 就是以釋迦摩尼佛入捏盤之後 第一年到第五百年 有的說到第一千年 是什麼法 正法 然後呢 第五百零一年或一千零一年 到兩千年 或到一千年 應該是 正法五百或一千年 相法是什麼 一千年 就是一千年 就是到兩千年或一千五百年 那叫什麼法 相法 然後呢 兩千年以後 以後呢 在後面末法呢 釋迦摩尼佛的末法是多久 一萬年 是一萬年 就是 五百一千一萬 這樣了解嗎 或者一千一千一萬 正法相法末法 是以佛捏盤的時候算 但是 我說過 釋迦摩尼佛呢 如果以法華經歷產 這樣子講 釋迦摩尼佛捏盤的這個 釋迦摩尼佛是佛的什麼聲 化身 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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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聽到佛法 聽到如來受量品 就升起什麼 一念信解 表示你呢 你學佛已經多久了 已經也是無量劫來 就已經種善根的 那這個什麼 相法 正法 末法 你都可以不用管 你學的是正法 你就正法當中 這樣了解嗎 那如果你開了智慧 你可以見到佛的報身 你可以見到佛的法身 那你就在什麼當中 在正法當中 這樣了解嗎 所以師父不是有講嗎 就是我們都在什麼 正法門中互為什麼 互為道理是不是 互為同學道理 只要你學到的佛法是正法 只要你具足正知正見 只要你善根深厚 精進修行 你就不需要去擔憂是什麼法了 這樣了解嗎 你就在正法門中了 好 那再來呢 還有一個問題 這裏問準題神咒 只送準題神咒呢 要回向的人事務太多 可否用心想事成代之 就是在做官 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方便法 就是說如果你遇到大的障礙 我上週講師父說 如果你遇到大的障礙 就是人力所無法克服的困難的時候呢 你可以持這個咒 發願二十萬遍 三十萬遍 同時還要發菩提心 那往往問題就能解決 非常的有用 可以消很多的業障 那為什麼準題咒這麼靈呢 其實它就是觀音菩薩咒 準題菩薩呢 就是觀音菩薩的化身 那這個不要一下求太多 不要一下求太多 那如果沒有特別的障礙呢 就回到念佛 回到念佛就可以了 回到你原來的修行方法 回到你原來的修行方法 就是念佛 念觀音菩薩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方法呢 這個咒語呢 是說你遇到大障礙的時候 做一個方便法 非常靈驗 那另外呢 有人問到說 持送準題神咒 準題神咒前面有四句記 就像我們有開經記一樣 對不對 那一般人呢 大部分的人都叫人家 他只持咒語 或者呢 前面祭送呢 四句祭呢 只持了個幾遍 然後呢 就只持咒語 但是師父說呢 持得越完整越好 這是我親自問師父的 而且師父解釋過 前面這四句話 這些人 прик詞 是很長的關鍵 記守規捨謝地 記守規捨謝地 visitor規捨謝地 記守規捨謝地 那時候 頭面頂裡 七句子 我今称赞大准提 为怨慈悲垂家户 这个苏系地是什么 是指法宝 所以 几手皈依苏系地 你是皈依什么宝 法宝 头面顶底七 巨之 巨之是数字 翻成千万或者亿亿 一亿两亿的亿 就是说有这么多数量的佛的意思 那么了解吗 那就是什么宝 佛宝 头面顶底七句之 就是什么 顶底佛宝 就是皈依佛宝 我今称赞大准提 准提就是准提菩萨 菩萨是什么 身宝 圣身 圣身 所以呢 念的前面三句话 就是什么意思 皈依三宝的意思 好 皈依的三宝 然后后面呢 唯愿慈悲垂家户 就是祈求三宝 慈悲垂家户的意思 那了解吗 所以师父说 为什么要念完整一点 每念一遍 你就皈依三宝一次 就求三宝 祈求三宝 慈悲垂家户一次 了解吗 每念一遍 就皈依一遍 皈依有无量功德 皈依三宝有无量功德 很多人学佛 学到最后呢 都要去学大法 都忘了最根本的三皈依 所以呢 你每念一遍 前面四句话 再念咒语 就是 你就皈依三宝一次 就求三宝 持背什么 加持一次 一次 讲到皈依的出圣 这个在西藏有一个很有名的 叫阿底霞尊者 他是纳安罗大学的校长 被西藏当时的藏王 把他请到西藏去红法 那他呢 红法的时候 最主要红的是什么法 讲的是什么法 三皈依 最主要讲三皈依 叫人家要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圣 后来他的弟子就回来跟阿底霞尊者 报告说 师父啊 你能不能讲一些比较深的大法 因为外面的人都在笑你 笑你 他们给你一个名号 叫三皈依法师 因为你只会讲三皈依 人家其他的上司呢 都讲一些什么大法 观想的天花乱坠 结果你只是简单讲三皈依 所以人家封你一个名号 叫三皈依法师 阿底霞尊者听了之后说 哇 这太高兴了 这比有再多的黄金都还高兴 也有这个名号 他就访问弟子说 你认为难道还有比这个三皈依 更重要的法吗 所以这弟子一听呢 什么 哑口无言 所以最重要最根本的就在哪里 三皈依 这样了解吗 我们说 借定会三无漏学 对不对 那借的基础在哪里 三皈依嘛 对不对 你不皈依佛 不皈依法 不皈依生 你向谁受借啊 这样了解吗 你当然是向三宝求受什么 借嘛 对不对 那有借才能生定嘛 对不对 有定才能发贵嘛 有借定会才能三无漏学嘛 才不漏落哪里 生死之中嘛 所以你解脱生死的根本 从哪里开始 三皈依 那了解吗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持咒 准提成咒 从前面四句话 开始持 那是最好 事物说越完整越好 好 好 呃 然后 再来 呃 请问法师 每次参加法会时 尖僵法师都会说 要随文入关 但是要如何修关 啊 那观想的内容是哪些 啊 经文 佛的向好 庄严功德等等 啊 没有错 啊 这个呢 这个修行的时候 呃 在诵经文的时候 往往我们会说 随文入关 好 但是这个要分两个层次来讲 啊 第一个呢 就是例如说 呃 我们在诵 这是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所以我们送过 啊 在我们送八十八佛大忏悔文的时候 啊 送的时候呢 因为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身口意 曾经造过什么业 对不对 然后我们应该要如何改过千善 对不对 要如何生惭愧心 要如何生忏悔心 对不对 啊 啊 然后呢 边送呢 就边像在照镜子一样 啊 就是什么 反省 这样了解吗 所以 诵经就好像在照镜子一样 啊 边送呢 从经文的义理里面呢 你就边关照 我有没有做到 这样了解吗 啊 如果没有做到 要生什么心 惭愧心嘛 所以送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很有用 对不对 另外呢 我们拜大悲战 是不是 大悲战里面 要修贡养 当你念到修贡养的 倡文的时候呢 你就升起什么 恭敬贡养的心 对不对 啊 那当你这个念到里面 倡文的内容 倡悔你 伸口意 过去往昔以来 所造的诸二叶的时候呢 你发现 如果你有的话 你就要怎么样 生惭愧心 生忏悔心 对不对 那有人说 很惭愧 念了之后呢 还生不起忏悔心 怎么办 那就更应该忏悔啊 连拜餐都生不起忏悔心 那就是什么 业障真的很重啊 那更应该惭愧 更应该忏悔 这样了解吗 不是说 那表示好像没有做什么措施 抚养无愧于天地 所以我没有忏悔心 不是的 是烦恼太重 不知道要忏悔 所以更应该忏悔 所以这叫什么 叫随文入关 这是第一种 那像我们诵弥陀经的时候 弥陀经里面一直讲 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 所以送了经文里头呢 一看到里面 哇 这么好的地方 这么殊胜的地方 好像一个穷人呢 看到一个地方可以赚很多钱 想不想去 当然想去啊 对不对 有的叫非法移民 为什么要非法移民 就是这个国家太穷了 赚不到钱嘛 要去找一个有钱的国家 去那边赚钱嘛 那我们这不是非法移民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移民 叫你发愿就可以移民了 很简单 对不对 那好像一个闹饥荒的地方呢 大家都要跑那去什么 一个富裕的国家一样 所以呢 看了知道说 哇 原来有这么好的地方 然后怎么去 发愿就能去 念佛就能去 所以就是什么 依照经文所讲的依教奉行 这也叫什么 随文入关 这样了解吗 这是一种 但是另外一种的随文入关呢 是比较深的教理 就是天台中所讲的空甲中三观 例如说在拜禅的时候 天台中很重视礼禅 由禅而入三昧 例如说大悲禅 四名尊者是天台中的大师 净土禅 持云禅主是天台中的大师 由禅法 由四禅进入什么禅 禅禅 这样了解吗 四禅就是四项 生要礼拜 口诵 禅文或佛号 心生 惭愧 忏悔 这叫什么 四项上要做到的 这个忏悔 这个是非常有效 那另外呢 天台中还会 就是说 介绍 同时要配合叫禅 禅禅 禅就是叫离 这个离是什么 空性 所以叫能离 所离 性空疾 感应 道教 难思义 有没有 能所什么 能所 能离的是什么 能离跟所离 被我离的佛 跟离佛的我 两个都是什么性 都是空性 佛它是已成的佛 那佛性是什么性 佛性是空性 我能离的众生 我也有什么 我也有佛性 也是什么性 也是空性 所以能离跟所离 都是空性 所以能离所离 性空疾 但是呢 呃 这个要叫离很通达的人 还有你要已经会空甲中三观的人 对一般的人不适用 所以呢 有些祖师鼓励我们还是要从什么 脚踏实地从四叉做起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拜的时候 不用关没关系 反而你关的乱七八糟 关下去 不知道什么是空关 不知道什么叫假关 不知道什么叫中关 反而打妄想 浮关乱关 以缘你在关 其实拜下去呢 就有用惭愧心拜 用畅悔心拜 然后拜哪一尊佛 你就可以什么 口诵这尊佛的名号就可以 这样了解吗 这是最受用的 最脚踏实地的 那如果要配合这个关 我现在是不建议 我不建议 反而让你就是多一些妄想 不着边际 关错了也以为你在关 这样了解吗 所以随闻路关有两种 对不对 有两种 一个像照镜子一样 这样了解吗 清清楚楚自己有没有做到 第二个呢 那是天台中的什么 燦法 四燦跟礼燦 那我还是鼓励诸位 从礼燦着手 就好了 对不起 从四燦着手 对不起 从四燦着手 就好了 拜下去的时候 不必去关 什么能理所理性空极 拜下去的时候 先把四燦做好 就是生惭愧心 忏悔心 然后呢 口颂佛号 或者请佛慈悲加持 这样子最实用 最有效 那再来呢 就是 他问说 有人送我金刚鲨 然后叫金刚鸣鲨 内有嫩言咒等咒语的小卡 请问该如何处理 或者该如何使用 就是什么时候使用 这个 咒语 当然金文讲到就是说 有咒语的地方 就有护法神 那就是 戴在身边 就是表示呢 有着护法神 保护你 是这样子 那另外呢 这金刚鲨呢 据说就是 经过一些有修行的人 加持过的 鲨 在宗教信仰上是有 是有的 那如果说要在什么时候用呢 我看到的情况呢 就是 随时就是待在身边 就这样的 随时待在身边 这个 很抱歉 这个因为我对这个金刚鲨 说实在我没有研究 这个我没有研究 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只能说 依照佛法的常理来讲 这等于是说 一种加持的东西 戴在身边 那 有加持力 那 那颜言咒呢 这是咒语 有护法神 随时待在身边呢 就是有护法神 保护你 就是这个意思 那第二个呢 为何称为连友的典故 这问题问得很好 连友呢 通常的讲法是这样子 就是 在净土中的习惯称法 那净土中呢 从出主 庐山远公大师 慧远大师 他跟一百多位居士 大家共同发愿 要生什么 生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那叫联邦净土 九品莲花为父母 有没有 愿生西方 就是说 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分九品吗 那花开敬佛嘛 就是生在西方净土 那他们呢 就是结色念佛 就像我们现在的念佛会一样 共同共修念佛 叫白连色 结连色 结连色 一起共修念佛 共同发愿 称到西方什么 净土莲花化身 所谓鼻子就称为什么 莲友的意思 将来我坐在莲花上 你也坐在莲花上 我就是莲友 大家坐在莲花上 那莲花很大喔 比台湾还大 但是你不要担心说 会不会太远看不到 不会的 那时候莲花多大 你的身体就很大 你的身体也会很大 而且你有天眼通 再远都看得到 所以不用担心说 也会看不到对方 莲花很大 所以我坐在莲花上 你也坐在莲花上 每个人都有一个联台 其实呢 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 只要你在这个世间 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已发愿 当发愿 今发愿 有没有记得吗 只要你一发愿 然后呢 你开始念佛 求生西方 你在这里有这个念头 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你什么 一朵莲味 要了解吗 有没有看过这段经文 在经典里面写的 所以呢 每个人 如果我们在场 每个人 都已经发愿一下 西方极乐世界 都开始念佛 那我们 就已经是什么 将来都是莲友的嘛 每个都一朵莲花了 将来大家都在莲花上面相见 是莲友 好 好 再来呢 请问路流王索的意义 这是出处于 《内阴经》 《观世音菩萨》的 《耳根源通章》里面 的这个 内容 所谓《耳根源通章》呢 就是 《观音菩萨》 他因地修行的方法 这个 听闻声音 首先呢 听的是外在的声音 向外听 佛很有智慧 他知道我们凡夫众生呢 都是往外攀缘 所以就教我们一个 教我们的法门呢 就先有一个外境 可以什么 着力 例如说 我们 控制不住心 妄想多 就有着力点 属于你的呼吸 对不对 念一句佛号 对不对 这有着力点 一样的 先从外境的声音 能够所缘的静 为着力点 向外听 那 如果 将来呢 听 听 听久之后呢 功夫成熟之后 的人呢 他就知道 心 不是往外援 要往内观 对不对 往内观 叫反文文自信 就会知道 就会知道 这个 一个是能听 一个是什么 能听的我 一个是被我听的声音 能闻跟所闻 好 那能闻 刚开始听外面的声音 后面 接着呢 再往内观照 再进一步呢 内外 怎么样 统一 这样了解吗 就是定 内外统一 内外一统一呢 统一分几个层次 第一个呢 身心统一 我们现在身心有没有统一 没有统一 很简单 你人坐在这里 心里在想 等一下要做什么 对不对 身心是分离的 所以呢 第一个层次呢 就是身心统一 第二个呢 就是内外就统一了 所以内外统一呢 就是大我出现了 整个宇宙 我们现在这个我是以什么 这个设身为我 这个设身为我 那当你内外统一呢 就是整个宇宙为我 就大我出现了 这时候有没有内外 没有 所以路流就是什么 往所 能听的声音 能听的我 跟被我所听的声音 有没有分彼此 没有分彼此 没有分彼此 就路流什么 往所了 这样了解吗 好 那详细的解释呢 请诸位去看一下师父 在那个几本书里面都有讲 一个是新的经典里面 有讲 就讲新的经典 我记得新的经典 新的 应该是 圣言法师叫观音法门 圣言法师叫观音法门 里面有讲 另外一个呢 就是那个 关音妙字里面也有讲 讲得更详细更清楚 请诸位去参考一下 另外最后一个问题 在嘉然乡供养佛 而做早晚课读诵经典 若经典未诵完 那乡已典完熄灭 那是否要继续典香呢 请法师解答 这个燃香供养 这是在我们 通常我们在修行之前 先做供养 先做供养 先整理环境 先做供养 再修行 这个呢 可以让你升起恭敬心 可以让你得力 目的在这里 佛并没有说你要烧多少香 那了解吗 你烧不烧香 像对佛来讲都一样 点这个香就是供养 表示一个供养心 或者呢 供一杯水就是一个供养心 让你先升起供养心 就这个意思 我们先整理环境 也是为了让你升起供养心 我们早上起来先把佛桌擦干净 佛堂擦干净 这就是一种供养心 什么意思呢 好比今天如果总统要来我们这里 要不要打扫干净 要啊 表示对贵宾的尊重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要修行呢 表示要请佛降坛 有没有 请三宝降坛 有没有 好像贵宾要来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整理干净 如果今天是一个你不在意的人来 脏就让他脏嘛 对不对 今天是一个你觉得很尊敬的人要来 所以你把它打扫干净 所以让坛场清净 这就是供敬心 供敬心就是无量功德 另外呢 燃个香 表示供养 供养的心 供养的心也有什么 无量功德 有供敬心 有供养心 然后呢 你来修持 便容易得力 主要是目的在这里 所以呢 不需要马上再接着烧第二次香 第三次香 这样了解吗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你很想再供养一只香 再燃香 当然也可以 不是说不行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我们刚好 时间刚刚好 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绝妙说法 讲到第二十卷 第二十堂课 后面还有十堂课 可能在九月之后继续安排 另外呢 就把诸位菩萨 问的问题做回答 这些问题都非常好 几乎我们学佛的人 都会想要知道的问题 趁这个机会呢 也跟大家分享 我们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